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羊土 是太宫年 因此 它是太过的年 太宫 会不会 有没有可能是平气呢 假如太宫的 这一年是土运 要遇见了 绝阴丰墓丝田 遇见了 绝阴丰墓之气 十天的时候 这墓能磕土 就把太过的土运给压了 就变成平年了 可惜 今年是子年 子武之岁 哨阴军火十天 所以火 气 制药不了 土 反而是火生土 因此 今年 不是平和之气 不是平和之气 是 太宫之年 从整个这一年的大运来推算 甲午年 全年代 时期要偏盛 与世过多 尤其在第三运的时候 第三运 不是太宫吗 更突显出来 与世过多 就是长下之计 今年 要从这个来看 我们从这个推算方法来看 基本上可以得出这么个结论 那不及的年 怎么样求平年呢 那就是 看着这碎枝 你比如说 甲鸡画土 要是今天 甲路要是几年的话 几年的土运不及 是少工年 少工年 少工年 甲路要碰到了什么呢 那个碎枝 出土 丑一天御 遇到这四只 它是中央物极土 那么要配在一起 要这样得到它的帮助 得其助 就平了 就平了 甘德福现在基本都算太麻烦 而且意义不大 因此都不把那个来找平了 就是 运太过得四天之气的 自愿 可以转平 运不及得到碎枝之气的 补充 可以得平 那么 甲子年 没平了 不是平和之计 是太过 太公 是 失去太过 师徒 偏盛 是这么个年份 那我们 和气的结合起来 运气 相合吗 从 抗它相合 是运气 胜衰呢 还能运气 同化呢 我们看一下 土月 十天之气 是火气 两个不是同一性质 所以呢 不可能同化 我们只能从 运气的胜衰 来分析 运气 来分析 土运之年 哨音 哨音均火 十天 二者之间的关系 是 火 生土 是四天之气 生这个 土 因此今年呢 是 气盛 而运衰 对吧 是气生运 气盛运衰 里面不有四种情况吗 是气生运 还是运生气 是气科运 还是运科气吗 今年这个运气相合 是 气 哨音均火之气 生 土运 生土 火生土 所以今年是 气盛 运衰 气生运 气生运 咱们说了 是这个 运气盛衰 里最好的这种情况 那叫做 顺化 香生比较好 香壳比较糟糕 香生里面 是气生运 最好 这叫顺化年 气候变化比较平和 比较平和 要是运生气 差一点了 叫小逆子年 咱不说了吗 那就气候就有点异常了 是吧 相克的时候 运科气 那是不合之年 要是气科运 那天行之年 是吧 今年呢 是气生运 是顺化年 所以 整个来看 从运气相合来看 气化 气候是比较平和的 用客主加灵来看 方才中间 有的同志说了 一致气气是主气 太阴师土 太阴师土 太阴师土加上以后 加到绝运峰墓上 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你要再喝气一和 就有气 生运 这个湿天之气向火 向火自己在那一干扰 很可能又把这个湿气 又给干扰了 所以你就得需要 从这几方面来考虑 不能单从运 单从气 还得运和气 相互结合起来考虑 所以今年 这个气对运的影响 在分析的时候 应当是以气为主 参考运 咱不说了吗 运气胜衰 谁胜 以谁为主来分析 所以今年分析 这个运气的时候 应当是以气为主 今年是气胜 运摔之年 所以今年的六气表化 更重要 运气同化 不存在 我们看天福肯定不是 天福是人的岁月 和十天之气化和 同化 没有吧 你十天之气是 少云军火是天 你运是土运 它两个是一个相生的关系 不是同化关系 所以不是天福 岁月呢 是岁月和岁月相合 今天岁月是土运 岁月是土运 岁月是乌 岁月是南方 火 一个土一个火 还是合不了 所以也不是岁月 既不是天福 也不是碎会 当然更不是 太以天福了 所以这个同化问题没有 不存在 从运气相合 这个角度来说 不存在抗害的问题 这是我们把甲午年 整个这个运气和运气相合 运气和产 给它捋了一遍 所以咱们在分析每一年的时候吧 为了不遗漏项目 我们都能当 拉这么个账单 从五运开始 所有内容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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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拉出来 然后你把它解合起来 前后对道解合起来 来分析 这是我们分析方法 实际上呢 我们有现成的可以参考 参考什么呢 就是参考运气气篇 你比如说六元政绩大论里面 它就记载了 一甲子六四年里 各个年份 它不同的运气变化情况 连五运六部 它都给你描述了 初子气什么样 二子气什么样 一直到中子气什么样 气候变化什么样 人体那个脏腑病变什么样 出现那个症猴 什么院 什么样 你在用药和饮食 注意啥 用什么五味 它都有 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非常非常的详尽的 但是 就是这些个记载 它有它特殊的解决方法 古代没有表格法 它不能拉表格 所以它都平白直竖的 所以读起来有时候的糊涂 所以我这里面吧 我就把六元政绩大论里面 关于一家子六十年 它的详细技术 我们的读法 我以加五年为例 给大家说一下 这么读 可惜我问了一下 可惜大家恐怕都没带 书文这本书 实际吧 咱们来学运气学说 运气学是内经的重要误法 别的书里没有啊 就是内经 应当带内经来 学运气不带内经 你学什么运气啊 学的就是内经的运气 那就那么办吧 我就在这跟大家说一下 回去以后大家呢 你找到有关 你看 它就是这么种体力啊 就是这么种体力 我把这个阅读的方法告诉大家 怎么看这些个 你怎么能看出来 要不然呢 一头雾水 看不明白 你要掌握的方法 一目了然 就可以看了 我就说关于加五年的记载 他有一段这么说的 太黑 我就不看这个了 我就跟大家讲这个 看 少阴 太公 扬明 加子 加五 这是一行 说什么呢 说是 前面这 古书都是竖牌啊 现在是横牌了 你竖牌看 少阴是不是在最上边 上边吧 阳明是不是在下边 在上为思天之气 在下为在全之气 中间 这指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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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年 是太公之年 放在当价 这是当价这个太公啊 少公啊 太子啊 少子啊 等等 表示都是这年的运 这运啊 太公年 少阴 就是思天之气 少阴 军火 是天 阳明 照今 在全 土月 太过的年份 这一排 说的这个事 下边 就具体的 说这个运的影响了 七运 阴 语 因为太公嘛 是土运 太过 因此 阴 语 七运 阴 语 连绵 七化 柔韧 十语 他的七化特点 柔韧 十语 这是正常的七化特点 柔韧 十语 七变 一场的变化 出现了 与诗 过圣 七变 震惊 飘 咒 大雨飘泊 啊 就来了 那就是变化了 变移了 啊 七病 终满 身重 终满 湿气 啊 影响了 脾胃中途 所以出现了 终满 身重 啊 尸体为胜 伤了皮土 出现了 这种疾病 这种疾病 这种病多见 死病 啊 病人 皮 这是 他从 这个运 啊 从这个太空 这个运 来说 这一年的 大致情况 第三行 太公 哨子 太语 中 太脚 出 哨子 这个牌 是把 刻月 和主月 都表达了 这个顺序表达的是 刻月 刻月的出现 是太公啊 我们说了 刻月的 确定方法 是以 这一年的 岁月 把它 放在 初运上 啊 把它放在初运 然后排列 啊 岁月是太公 所以把太公 放在 初运上 太少相生 初运是太公 二运 是少商 三运 是 太语 太语 是 主运的中运 主运不是 脚子工商 与年年年路是这么排的吗 是吧 所以 太语是中运 那么太脚呢 是 甲午年的 主运的初运 所以写的初 啊 太脚 然后哨子 所以说这一排呢 你既能看出 它这个顺序是 刻运的顺序 但是因为这有个初 和中 在这表示 你主运也能排出来 这就是 这一个排列啊 这个排列 说的是 主要说的运 这个太公的运 说完了 下面又说气了 因为 因为 这个甲午年啊 它的哨音军火是天 哨音军火 是四天之气 这个四天之气 要 影响全年的 十天十天 主持 全年的 这个变化 影响全年的 所以 他在这个 六元正义大论 谈这个 六气的时候 尤其是今年 今年是气盛运衰 一朵 更能以气为主 分析的时候 他先总的说 因为 哨音军火是天 不光甲午年 很多很多的年份 他提到 翻此 哨音 四天之气 哨音 四天之气 他主政的年份 气化 运行于先天 因为这里 不能都写上 他具体就说了 怎么运化先天 怎么运化的 他就接着说六子气 初子气来的时候 第七天 地七天 千万里以后 什么气来了 这来了以后 什么什么变化 这个变化呀 气候上怎么变化的 这个生物 这个物货上 发生什么变化 人体这个 脏腹发生什么变化 这时候得病 得到什么病 出现什么什么什么的病症 一个七一个七 一直把六个七都说完 所以大家 要是看 今年的 这六七 刻足加铃上以后 怎么影响 怎么作用 怎么变化的 大家回去可以看 这个六元正义大论 你就找 凡少因 十天之症 去运行一千天 另一节 那就把六七 给你 详详细细的 他的病症啊 给你说的 很详尽的 气候变化 雾后变化 人体的脏腹的伤力 变化 病因特点 病症特点 都有 对临床 特别有指导意义 所以啊 中医学院 不学运气 不认真的读内经 这些宝贵的东西 都扔掉了 这里头 古人给你 做个详细的种类 归纳 非常非常的可贵 这十天关系吧 我就不把六七一一说了 告诉大家这个读法 大家回去看 今年的六七 这个变化 从大汉节开始 一个节气 一个往后推 你看看 五个气候节断 六部吗 四个节气 为一步 四个节气为一步 你看看 这六部 这六部的情况 都怎么个变化 气候怎么变化 病病的情况怎么样 你看 进些疾病预测 实现做个防备 决定你在用药的特点 因时至于 在用药的时候 你考虑这个时候 运气的变化特点 你在用药上 你如何 药味配合上 自发用药 这都有指导意义 这又是一段 谈六七的 后面我又演了一段 这就是以甘之纪年法 为刚 甘之纪年法 为刚 就是 他就 埃克牌 熟了 这一个甲子 六十年 各年的情况 他就提了 甲子年 甲五年 什么情况 就在六元 这个大论里 把这个 一加的六十年 他都记载了 我们看 他这么记得 我们还是把它竖过来看 这是上 这是下 上 少阴火 中 太公 土月 下 阳明金 这个咱都明白了吧 和这不一样吗 少阴太公 阳明 不就这个吗 他就把这个 少阴太公 阳明 给你详细说了 古书啊 连标点符号 这一块没有 恐怕连这个 阁都没有啊 空阁都没有 所以连在一块的 你读有时候 你都记得不了 所以这一等以后呢 很难读 这里我们给你说一下 现在咱们看那个内经书 都已经记得了 都有标点符号了 都该空阁这地方空出来了 所以就比较好看了 上少阴火 中 太公 土月 下 阳明 军 这看出来了吧 中 太公 土月 说的是 岁运 今年是土运太过年 上 是 十天之气 少阴军火 十天 下 是载权之气 是阳明 造金 载权 这个了 下边 热化二 鱼化五 造化四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看顺序 我们先别看二五四 先别看数字 先看顺序 热化 这是 十天之气 烧云几火 十天 所以 有热吧 土月 土月 这是年的岁月 是啊 所以 雨化吧 有雨化 这个特点 下 造金 金 造其身 所以是造化 造化 什么意思呢 上 少阴军火 少阴军火呀 煮这一年 特别是煮上半年的 因此 今年的上半年 热化 因为少阴军火 在那影响到你 太宫土运 所以今年的年中 三十七那个时候 因为今年的土运太过 土为师徒 所以十七国重 特别是在三十七的时候 是岁月 和祖月 相合的时候 这时候 明显表现出 雨化的特点 雨水比较大 下半年 到秋天了 阳明 造金赛全 因此下半年 气候比较干燥 造化 这个二 图 四 什么意思呢 这是河图里面的 河图落书 这都是 意图啊 意 意经里面的图 河图 和出图 落出书吗 圣人 折子 做八卦 这个树 是河图的 五行 这就是 谢谢大家